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你以前打的时候呢 这两个队伍应该会反击打回我的队伍才对 不管你有没有进入狂热状态都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战斗报告 这个报告是我用埃塞尔搭配拜巴尔所出来的结果 然后我是直接攻击理查搭配曹操的 这篇报告也是有显示我是有烧到其他队伍的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我打到其他队伍的时候 他们是完全没有对我做出伤害的 你们看到吗 我的是左边 右边是敌人 只有我的AOE少到他们 他们才会受到伤害而已 反而他们不会反击伤害打回我 然后看到里面的战斗日志呢 全部都是我方这边攻击敌方而已 也没有看到任何敌方攻击我 我掉兵的数据 不过队伍被AOE少到呢 还是会触发你本身应该有的技能跟天赋的 就只是你被AOE少到之后 你是完全不会做出反击 所以你们可以参考看看这边里面的内容哦 或者是你们想要自己试看看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样子影响到底大不大呢 其实影响还蛮大的 也就是说AOE统帅越来越吃香的 反而你是单体输出的 没有这么好 因为不管怎样AOE统帅肯定会少到旁边的嘛 除非你带的是威廉那个或许还有另外讲 但是在正常打仗的情况下 AOE肯定是吃香的 你们自己想一下 我们之前打北溪之树呢 就是因为把全部兵堆在一起 然后你有AOE统帅过去 你少到他们 他们会做出反击 反着你自己更伤 但是改成这样子之后 也就是说你彼此之树 除了你可以集合你所有队友的兵之外呢 他们是不会做出任何的反击的 你如果是带单体的话 除非是说你单体输出是真的很高 你锁定的那个队伍打出来的报告呢 可能1比10 1比9左右呢 或许还可以赚 不然你被敌方的AOE烧到的话 可能出来的报告就很难看了 那么今天的影片暂时是这么多 这个部分你们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试试看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地方 可以在评论区纠正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把广告看完 你以为我要讲订阅咧 嘿嘿嘿 我们下个影片